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所谓GDP的七上八下 所谓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它以它的经济上的成就来证明它政治上的合法性 我合法的为什么呢 你看我搞了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七上八下嘛 GDP在七以上八以下 但是子老虎的原型给拆穿了 美国和中国目前的这个所谓的贸易战 其实已经早就溢出贸易范围了 把共产党打回了原型 它的五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现在已经消耗了一半了 五千 四千万 四万亿 五万亿 五万亿 四万亿 四万亿 四万亿已经消耗了一半了 那么共产党这个政权靠什么来维持的 在国外它靠大傻币就付钱 在国内它靠两样东西 一样是暴力 一样是谎言 其实这两样东西的背后也是要钱的 他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连续好几年了 在目前这种经济形势下 就中美贸易战的这种经济形势下 他对外要大傻逼 他又没有钱进来 又没有钱进来 在国内他的维稳经费要付出去 他要撒谎 他也要把钱付出去 那么在目前看来 我个人的予以为 个人的看法 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也就是已经到了快快快不行了的时候 当然又碰上了个巧遇的是 碰上了习近平那么个草包 他硬顶硬顶 顶到最后他总有一天顶不下去的 那么就我的看法 当然我不是说什么三年 三个月半年一年 什么三年五年 我不是算命的 我强调一遍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倒台 我认为他现在已经是 接近于最后的关头了 那么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我想和秦景先生讨论的是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海外的华人应该怎么办 我们不能老等待 我们必须做出我们的努力 我们必须准备好 我们应该做的事 当然秦景先生刚才提出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法 I'm sorry 我喝口水 我身体不好 就是这个 不要紧 不要紧 慢慢讲 慢慢讲 我们下次见 一个看法就是说 我们要组成一个最广大的一个 广泛的一个阵线 来联合起来 共同对抗 共产党的专制暴政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其实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做的更多一点 因为在这个最后的关头 无论是哪个组织 哪个个人 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然我能力小 也可能我得了癌症 我可能哪天就走了都有可能 就每个人用自己的能力 付出我最大的能力 在这个推翻这个暴政的时候 做我们的一份贡献 或者在目前就是还没到最后一击的时候 但是决战的架势已经摆好 还没到最后一枪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做出我们的准备 这个就是我想对民主中国阵线 所提出的一个要求 但现在里边 你等会回应 我还没有说完 现在里边呢 就是说的 第一 我们组织上没有统一 第二 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源 第三 我们没有领袖人物 那法轮功为什么成功 他与李洪志 他一声念一下 全世界华 法轮功全部上街了 我们没有 因为为什么我们没有 我们四分五裂 那么在这个里边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使全球的华人 无论你是北美的 欧洲的 澳大利亚的 日本的 所有的华人 也不管你是汉人 藏人 维吾尔人 也台湾人 香港人 不管他 我们能够联合起来 寻求我们的共同的努力 以达到一个推翻暴政的 这样一种结果 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 当然 可能我的能力肯定不够 我英语也不够好 社会交往也不够多 只是在温哥华的华人圈 说老实话 这些人大概 那就几个 那几个女同胞 我不认识 这些人都老哥们 都认识 以前都认识 怎么样去做这件事 这是我想提出的 也就是说 我目前可以做的事 大概就这些了 好吧 谢谢 谢谢 谢谢陈景先生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1988年到89年之间 发生了准备 当你的祖坟被挖出来 棺材被烧掉的时候 你非要怕 我说是非 你心平气和 你刚才说的原话是心平气和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听到 我绝不心平气和 对付流氓 谁要是问何我母亲 我问何他老了 为什么你可以操我吗 我不能操你老了 不是说我流氓 我不流氓 我和诸位一样 也是从学院出来的 当然我也当过红卫兵 没有什么面对西枪 面对什么井棍 面对什么挖祖坟 面对被驱赶 我还要心平气和 保持君子 No 没有这么回事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我告诉你 我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对付暴政 没有必要心平气和 我该愤怒 我干嘛不能愤怒 我压抑自己吗 我有愤怒的权利 并且我有愤怒的理由 当你挖完祖坟 把我什么棺材拿去是烧掉 把我干到大街上的时候 我还保持沉默 保持冷静 保持君子风度 没那么回事 非要怕他应该晚心 这就是鲁信的话 这我要说的第二点 等会等会说完 第三点 第三点呢 我是对秦景先生说的 也是对金副主席说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呢 都有个 都有个习惯 就是太宏观 什么事我要联系这个组织 联系那个组织 联系外交部 但是呢 我是学法律的在国内 我学的法令呢是大陆法 和中国人的思维一样 我就要走一个大联合 大的一个统一战线 这种问题 我学习了英美法以后 学习了那个东京审判以后 我得出一个结论 这种方法不好 东京审判的时候 我们就说 南京大屠杀 日本人杀了20万人 是吧 对方的律师码上去拿出来 你20万人给我20万人 人的名字 你是一个一个人 对不对 你说你杀了20万人 20万人都有20万个名字吧 姓爹吧 住子吧 对不对 都是一个一个个案 你说什么温川地震 所以温川地震是很有名的一个势力 有个叫艾伟伟的 他去寻求一个个孩子的名字 这个孩子哪个学校的 温川中学的 几年几半 教程名字 男的女的都给你列出来 就我死了多少人 这一个个名字都有 这要关注个案 911事件 他每年纪念的时候 他就念一个个人的名字 几千个 其他的什么 什么总统谈话 什么都屁话 你这这这几个名字 你一个个给我念出来 一个都不能少 少一个就这个人就没有 我们的民运也好 民政也好 要从这方面入手 就是对于这种细节 比如说有个叫董群尧的那个女生 破莫的 就董瑶群是吧 就关注这个案子 就这个人 这是个女孩 多少岁 在上海 什么时间地点我都有 包括视频都有 我就关注这个案子 就关注这个人 另外你驱赶地带人口也是这样 谁被驱赶了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男的女的 几岁 他有几个孩子 分别是几岁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被驱赶 一个个人的记录 这才是有意义的 你烧掉的棺材 就江西那个叫刘齐吧 烧掉的棺材 哪家的棺材 谁的受惨 谁已经死了 在地里边 你都把他挖出来 尸体烧掉 棺材什么烧掉撇掉 这要一个个势力 我个人认为 我们海外民营 可能对国内的这些问题 关注不够 我们联络的就是什么 几个大佬 什么加拿大的外交部 还有几个阵线 几个打架联合起来 但是我们不关注一个个个案 这个是我们的 我不知道您知道 不知道 实际上秦晋FDC主席 和盛雪副主席 他们在华盛顿DC的这一段时间 第一件事他们做的 就是游说美国国会 他们去拜见了 美国人权委员会的 几个参众预员 其中谈的第一点 就是董姚琴的这个时间 他们去游说 要求美国政府出面 来为这个董姚琴 呼吁并且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好 谢谢 我见过盛雪女士 我对她非常欣赏 我知道他们做得很努力 他们也联系了美国国会等等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些海外民运人士 我们除了通过美国政府 高层去联络这个以外 我们自己是否能够 在和国内建立某种联系 去建立一个个个案 当然这些个案可以是公开的 有些是必须公开的 有些可以是不公开的 因为公开的话会被对方 就我们的救助对象造成很大的困难 是吧 那么有些是只能秘密进行的 我相信这个第一 这个时候呢 我的朋友 就是加拿大加之守护者联盟 常务副主席 李建峰先生他做得很好 他通过泰国和国内建立了一条线路 把国内的地下的一个通道 把国内的有些需要转移的人 先转移到泰国 周围中级站 完了再转移到加拿大或者北美来 我觉得这就很好 那么我们的海外民运 能不能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就像刚才那个 叫什么天津的那位先生说的一样 梅先生说的一样 我们做些实际的工作 不要老是宏大的 当然也必须做宏大的工作 联系美国国会 联系加拿大外交部 这都是必须的 包括海外不同的民营阵线之间 我们要联络 这都是必须的 但是我们还要关注个案 这是我说的第三点 好吧 谢谢 我刚才说了第三点 第一点 对于小人 我们怎么发现它 我们没有经验 第二 如何对付小人 我觉得就是 没什么好客气的 不要 非要怕应该缓行 缓行 第三个就是 关注个案 好吧 我就想说三点 谢谢大家 谢谢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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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相信很多 看过 不算一直在冒虚汉 也金运输出之类的 好 谢谢大家